對到年底的選振 休息政黨 真的有想要有一點突破 其實要花更多時間和更多打拚 台南黨和立黨時報公要合作 整個年底的選振 要在港磁選區 賣頂大提名 也希望能夠爭含 兩黨人材和主委 找出這個參選可以相贏的未來性 出身不是國民黨和民進黨兩大政黨的 小黨市議員 還是想要在那年底選前 有一個圍 也就是說小黨的新郎 想要參選 這是真不簡單的事情 想要來清除更多民眾的支持 小黨的生員就需要開更多心血 台灣團結聯盟 還有立黨 在那十九 選佈說要來進行策略合作 在那種一個選區 沒定學來提名 也會來出班 共同政經的分選 希望能夠來共創誰贏 立黨現在這些小伙子 他們比較沒有原來政治上的人脈 那一樣的 我們台聯黨現在年輕人比較少 那可是我要說明就是我們目前今年 在組織上面並沒有合併的計劃 比如說基進黨的話 他們是人跑出去 我們是把人合起來 年底的選舉就要搞了 除了說 傳統的年力 兩大政黨以外 小行政黨也算在全台來撒出參選者 甚至還有出現人在外流的國中情報 所以說要怎麼讓自己的政見和理想 讓更多民眾的黨看一眼 也來做修董他們選情的劃嚴 記者 總也補兜